170 東方日報 Regan涉思引報警認蠢 2015年7月4日娛樂C04歌手張惠雅 Regan在睡夢中遇上電話騙徒 不如有紮張自己的身份證號碼、個人資料一一奉獻級騙徒 自詐愚蠢的他最近小看警訊,因為擔心賴傑V 嚇到即嚇飛賓到警署報案求助 Regan擔心個人資料被盜用,作五道東沖警署報警求助 前組合學者成員Regan、張惠雅 作臣在Facebook自爆遇到電話騙徒 由自嘲愚蠢將自己的全名、家電話號碼及身份證號碼也說級騙徒 他形容自己賴傑V 他在Facebook留言透露收到速遞公司電話 說我有郵件,如果查詢案0,然後一個男人接聽 問我名字加身份證號碼,我好愚蠢地說出博 說我Facebook 6月11日 記敲一個包裹,將深圳扣留去A 說查到有十幾本護照,我還虛 其,我話要報警,對方又好堅持要幫我轉迫到上海公安報案 我及相謀對於,好恐怖,被指包括租購柴遇上騙徒的Regan 因擔心自己的個人資料被盜用,作五三時已到東沖警署報警求助 Regan說,因為我無為意接通電話系的港國語後 其,人,整件事我覺得好真,因爲我以前,網球,都來臨此 在公司買過結、送貨,所以他問我全名和身份證號碼核對資料 我好低能地說了,連家電話都說了,當聽到對方指他的包裹被扣查 由聲清查到有十幾本護照,他覺得好奇怪,越聽越不對勁 他就表示要報警,他說,他好似有少少爭底,說要我打去上海公安定報案 加上我又聽不清他濫合壞,不知他是不是心虛,我話不講收他善 立即向親友求助定下神來的Regan細心一想,每次正常網購 或者要核實身份證,都不會換直播 由於整件事怪異,他即致電家人及朋友求助 他笑說,致自己賴傑愛,這陣子我做家,恩,什麼留意警訊 Regan解釋因當時被電話吵醒,蒙蒙才答了問題 他笑說,第一次接觸這一囊都不是蠢啊,我都沒有給銀行戶口 要把他,不過都是報警安全促施 至於好姐妹將文家Crystal對Regan大猛遇上電話騙徒就小說 Regan蠢虛思Crystal大贊Regan為人沒機心 他說,明白他個人無防犯人謀隨 A,經常令我擔心,他怎樣都不會想人欺騙他 他將燭光資料講完給人知,我都替他害怕,他敢搞笑 我轉頭會WhatsApp他叫他小心速 詩問 音樂組 請錆倒